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8月31號的台股最前線 今天的一個台北股市 是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一個發展 我們可以看到指數在早盤的時候 最低點一度是來到了17207點 當時是下跌了188點 但從這個接近1點鐘的時候 指數開始快速向上去做一個拉抬 那最後是因為MSCI季度調整在盤後生效 雖然說這一次的一個季度調整 是兩降一持平 就是在兩個市場當中 台股的權重是下降的 一個市場它的一個權重是持平的 但是尾盤還是往上去做一個拉抬 中場台北股市上漲93點 來到了17490點 是連續第七天呈現了一個上漲的走勢 好那無論如何呢 在這個月份 當然整個8月份行情的震盪幅度非常大 從一度跌到了這個16248點 到最後月K線可以以這個紅K棒來做一個作收 也算是劃下了一個還不錯的8月份的據點 但重要的是9月份的一個行情 你應該如何來做一個佈局 好因此呢這個部分呢 我們在昨天的一個技術面當中 有跟大家談到嘛 那基本上前面的一個走勢 我們就不需要再去管它了 因為8月30號它已經是前面頭肩頂型架構 所謂的一個時間對稱滿足的一個位置點 好因此接下來我想我們關注的重點 當然是在這一波的一個走勢裡面 你如何來做一個觀察 好那到目前為止呢 當然大家如果單純只看17643 跌到16248 然後談到今天的一個高點的過程喔 會覺得這會是一個V型的反轉 好那我們應該這樣子講啦 就是說 應該這樣講就是說基本上 任何的一個技術分析的教學 如果這個地方是V型反轉的話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把那本書吃掉 因為一點用都沒有 過去應該這樣子講就是說 如果要出現V型反轉的話 通常你必須要伴隨一定程度的一個成交量 那雖然說今天有3353億喔 但就如同我們剛剛所談到的 這是因為MSCI在尾盤記錄調整生效 所以尾盤爆了一個比較大的成交量 但實際上呢今天盤中的預估量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大概都維持在2400億 到2500億元之間 那這麼小的一個成交量 如果說真的出現V型反轉 那大家也見證歷史了啦 因為從來就沒有出現 這麼小的一個成交量 但卻可以V型反轉的一個走勢 因此呢以目前的一個架構來看 我們還是會比較偏向 它是有一個原本的頭肩頂的形態 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轉為是一個頭肩底的形態 這個昨天我們有跟大家談過 那如果你要構成一個 頭肩底的形態的話 那當然你必須要有左肩 然後頭部 然後以及右肩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因此以目前的一個技術面的角度 來做觀察 左肩是從18034 跌到16893 彈起來到17643 這個過程呢是7月15號到8月5號 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那頭部的一個情形呢 以目前來看的話 正常啦 當然教科書上面寫的都會是 這兩邊的一個狀況是差不多的嘛 但如果以實際的一個盤面來看 當然不可能算到一點都不差 所以這裡會有一些落差 不過大家可以先以17643 當作是一個關盤的重點 那今天是17490嘛 所以他差幾點 他大概差了150點左右的一個空間 他就會來到這個位置 那有可能高一點 有可能低一點 但無論如何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們會知道整體要在大幅度向上推高的空間 相對來講是受限的 所以大家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要告訴大家 接下來的一個行情 你要多空雙向去做操作 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往上攻到17643 大概是150點 但是接下來 我們剛剛談到嘛 要打一個右肩的一個走勢 所以合理來講 他應該會有一個 大概20天左右的一個循環 去做一個右肩的回檔 那因為接下來就進入到9月份了嘛 所以如果你有20天的一個循環 去做回檔的話 他會佔 佔據了整個9月份 大部分的一個時間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 接下來的一個回檔 跟往上去做公高 大概是20天左右的一個行情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因為有回漲 然後有往上攻擊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 他其實多空的方向 或者說是這個多空的一個走勢 他其實都還有不小的一個空間 這個也是我們跟大家談到 為什麼你要去做多空雙向的一個原因 好 因此我們就幫大家去做一個總結 量能持續低迷的狀況之下 基本上他不構成所謂的 B型反轉的一個條件 那如果真的出現了 那也就恭喜大家了 因為這個可能是台北股市技術面當中 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第二個呢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頭肩底的前半步 目前看起來是成型的 那接下來要注意的重點應該是 短線右肩的一個拉回 但是這個拉回 應該這樣子講了 這個會跟我們操作的一個陳述是有關係 這個稍待我再跟大家講 那另外呢 多空雙向的一個短線操作 持股拉升到5至6成 那實際上這個部分呢 當然5至6成啊 如果以我們的操作來看的話 大概就是兩檔到三檔左右的一個股票 那當然如果你的資金比較多 你可以拆成10份的 那你自己去稍微評估一下 這個時候的資金大概保留一半的一個現金 那接下來的一個重點應該是說 如果有出現這樣的一個走勢的話 那那個時候的行情會在16893嘛 大概就是16900點附近 那那個時候 你再去擴大你的資金比重壓到 6成以上或者甚至8成 或者說是全滿 這個才會是比較好的時間點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們要告訴大家 就是你把持股拉升到5到6成 2到3檔 大概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重點 那多空雙向都可以做 那這個時候其實理論上來講 空方的比重可以稍微高一點點 因為往下的空間比較大嘛 然後往上空間比較小 那打回來這個位置 你就可能要把空單補掉 然後開始往這個 平常多方的格局來做一個操作 好 所以這個是整體來講 我們跟大家所評估的行情的一個重點 因此我想我們講的很清楚 包括了策略 包括了一個資金的比重 都跟大家去做一個詳盡的說明 就符合我們過去跟大家所談到的 解盤的目的 它是為了操作要獲利 那所以包括了資金的分配 包括了多空的方向 大家可能在心中都必須要有一個規劃 好 因此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稍微談一下 還是要先談這個比較弱勢的一個股票 那當然今天原則上有幾個消息 我先跟大家去做一點補充 這個是在8月20號 這個工商時報A4版的一個新聞 好 那當然這個大家其實已經看了一段時間了 那我們先講 現階段有最新的數據出現 那就是8月份跟9月份的這個面板價格來做比較 大家看到這個消息是 8月份的跌幅高達15% 那最新的一個狀況 我們講TV的面板 TV面板就是電視面板 主流的尺寸43 一路到75 大概都有10塊錢到12塊錢美元的降幅 所以我要稍微更正一下 因為我在今天中午的節目裡面 我是講大概8%到10% 但是我這個地方我講錯了 應該是10塊錢到12美元 那根據原本的報價的不同 這樣子的一個降幅 應該是在2.8% 一路到11%都有 因為大概每一個尺寸的面板 大概都降大概10塊錢左右 所以整體來講 他當然對於這個 這個行情來講 其實會受到這種報價的影響 但是今天的一個消息面 還有另外的一個訊息是說 驅動IC的一個供應鏈 訂單是滿到年底 那當然表達的是 包括了聯勇 就是這個面板驅動IC的四大天王 聯勇敦泰天域系創 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這股價今天談對不對 這股價今天破底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很吊詭的現象 如果說就產業地位來看的話 聯勇是龍頭 敦泰天域系創 不能夠講說小啦 但是屬於不是 這樣講好像有點怪怪的 就是他不是這麼大的IC 驅動IC設計的廠商 也不算二線 也是一線 但是跟聯勇來做比較的話 稍稍有這種所謂的市占率 再稍稍有一點落差 好那有利多有利空 感覺好像不太同調 好那我們來看股價的一個走勢 首先先從面板的個股 先跟各位做談起 這個是8月23號 當時的一個股價走勢 那個時候的價格是19.05 那我們當時那一篇新聞的價格 也差不多在這個價格附近 但問如何 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 是在於說 這就是我們過去跟大家所談到的 有時候做停損的動作 做這個所謂的持股的調整 有時候真的要及時 因為這就是一句廣告詞 就是你說有台股票 落到這樣 你為什麼不該走 因為腳抹去 真的沒辦法走啊 為什麼 因為當時股價不論你買在哪裡 當他破底的時候 8月23號那天是一個破 或短線心低的這樣子的一個走勢 最低來到188 那破底的狀況下你不走 那後續的一個行情再破底的時候 你就很難去做退場了 因為你會覺得說 最近有比較高的價格 我就沒出 我這個所謂我怎麼能出 那你就只能夠等待 那等待 也許會有好的結果 也許有壞的結果 但是我覺得這種事情 大家不要把決定權交給市場 你要把這個決定權拉在自己手上 反正 假假就是可能有一些虧損出場 但是你不要把資金套在裡面 因為你資金套在裡面 你能夠做的事情就很少 你就翻不了身了嘛 所以從這個股價走勢來看 昨天快創波段新低 然後今天也真的創下波段新低了 所以問題又來了 我這個地方到底要不要去做出場動作 所以這是我剛剛一直跟大家 強調的一個概念 你看前面那個35塊錢 我們其實都可以不用看了 你看到這個股價的一個走勢268 對不起這個地方寫錯了 這個地方該不是268 應該是24塊多了 然後這裡23.45 然後20819.05174 外資是連續性的調節 大概大家比較熟悉的 幾個空方的一個條件 他不斷的在盤面當中發生 但是你其實看到了 但是你沒有辦法做動作 因為你已經錯過了 最好退場的那個時間點 對不對 所以我說真的啦 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現在怎麼辦 我到底該不該看 我說真的 其實我不太敢給建議你知道嗎 因為高級路跟這個地方 他隨時出現5% 8%的反彈 不意外啊不奇怪啊 對因為這是一個合理的現象 跌生本來就應該出現反彈 但是呢 反彈起來 說真的他不談合不合理 合理 他出現反彈合不合理也合理 為什麼 因為你會覺得說 啊股價跌了這麼多 我剛剛講了嘛 出現跌生反彈 本來就是合理的一個架構 但是因為他是一個空方結構 他不出現反彈 你也不能夠說他不對嘛 對不對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就是說 基本上該處理的時候 也許晚一點 也許你不能 你真的跌到一成的時候 你可能還想要再凹一下 都沒有關係 但是你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 就是說 股價我一定要設立一個停順點 說真的啦 砍掉其實 至少晚上會好睡一點 說真的 因為很多人其實是 看那個美國股市有沒有 漲上來 覺得好像又有希望 然後隔天股價開盤又失望 明明行情從這個16248 談起來都已經1200點了 結果股價在做破底 我想這是一件很煎熬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跟大家講了嘛 我們也當過投資人 那當然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的心態 我們都能夠了解 不賣 是不是真的代表 我就沒有虧錢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不是說股票都沒出 就算都沒了解 有時候其實股價的判斷 或者是股價的走勢 你不能夠一廂情願的 相信它會出現跌升反彈 好 那另外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面板驅動IC 4961的天域 那股價的一個部分呢 當然今天股價往上漲對不對 然後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空單嘛 然後就有朋友問我說 你會不會覺得壓力很大 我說我幹嘛要壓力很大 你們跌三成 你們股價不砍 你們都沒有壓力了 這股價套一套 應該這樣講了 有套有沒有套 有套幅度多不多 其實還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要先講 你看這個股價的走勢 損完衝到237對不對 這個是反映新聞的利多 那這種股票其實最恐怖的是什麼 我反映力多我工漲停就算了 工漲停我可能還想說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補掉了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就是說 它的一個股價在後續的走勢裡面 紫色這一條是平均價格嘛 這過去我們教過大家 你看 它代表什麼意思 破均價談起來 破均價碰到 破均價碰到 有沒有站上 沒有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今天追價的 我們先不講說當衝這件事情 你如果說你今天 開盤買然後上去衝掉 那很棒啊 就恭喜大家 但是 或者你反向做了 我們當衝先不討論 如果你今天去做追價的 或許你會講說 老師我就追225.5啊 也可以 但是什麼叫做平均價格 什麼叫做均價 就是今天市場的平均價格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代表今天追價的 大多數 都是賠錢的 你至少就平均值來看是這樣子 對不對 那 股價就已經在弱勢了 然後追高又套 這不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嗎 所以我們過去跟大家談過 它現在走的感覺是一個 低檔的橫盤整理區 有可能足底成功 有可能不成功 但是 基本上 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對於投資朋友來講 這個地方跌破的時候 其實你就應該去做退場 然後來到這裡 你也只能夠看它有沒有成功 但對於我們來講 事實上它的風險其實不大 因為它主要的應用產品面板 它其實都還在做破底的動作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想整體的面板族群 它 偏弱這是事實 我覺得大家可能還是要把 手上相關的一些個股 該留意的風險 可能大家還是要特別留意風險 好那另外我們再看鋼鐵類股 當然對於鋼鐵類股的 多空消息比較多 這是我們之前提供給大家的 鐵礦砂的價格呈現暴跌 對不對 但昨天 中鋼的董事長翁曹棟 他說樂觀看待第四季的一個旺季 那 渴望越來越旺 就是每個月都往上去做一個成長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昨天有跟大家談過 我們也不是說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們不會咬死一個方向 那昨天我也跟大家講了 就是說如果以中鋼的股價來看 它的確最近有沒有出現走槍 它其實有嘛 對不對 這是事實 我們不能夠逆著事實去講 但是這個部分其實有一個問題 是在於說 我們昨天其實有談到 你看 就股價的一個走勢來看 這也是38.5 今天最高382 然後收盤38.15 過了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對不對 所以你能不能夠說 它很強勢 應該這樣子講 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對於鋼鐵類股來講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最大的問題是市場的人氣 我知道今天很多鋼鐵股漲 包括我們去 空的這個2031的星光鋼 但是這個族群最大問題是在人氣 它沒有辦法延續 今天整體的成交比重 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在6%多吧 它不是一個 你看即便今天大盤人氣都縮掉了 它其實也都不是一個人氣聚焦的一個方向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它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基本上我是覺得 這個時候你等到人氣回容再做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談過的 你說買這裡好不好 買這裡當然好 但買這裡不安全 那是因為後面走上來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這個地方其實是買點 但實際上正常的狀況之下 你不會在這個地方去猜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破底的走勢 對不對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 我覺得是可以再看一下 第一個385能不能站回去 第二個 它的人氣能不能夠呈現回容 你不能夠每天都走一天行情 一天行情的股票太多了 包括昨天太陽能也是 好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你看包括星光鋼 星光鋼股價早盤強不強 很強啊 我記得那時候預估成這樣 大概是一萬三千張吧 昨天不到三千張 今天預估一萬三千張 多一萬張出來 走著走著就沒力了 對不對 最高72 但是股價走一走 為什麼殺尾盤 很簡單啊 這些買盤其實多半都是當充的 對不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股價的人氣沒有說聚集很強勢啦 那到目前為止 它的一個股價其實都還在記憲一下 然後也沒有站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 區間整理的這種所謂上緣的一個位置 它其實也沒有出現 所謂轉強的一個條件 這個可能是投資朋友 你要去比較留意的一個地方 那另外我們再簡單稍微談一下 這個是貨櫃類股 那今天其實有很多 同學們有在問蝦老師說 貨櫃類股怎麼都不會漲 那我們應該這樣子講 如果你之前有收看我們節目的話 你應該知道 這檔個股我們出掉的平均價格 我講的是平均價格 139.5跟136.5嘛對不對 我都沒有亂講嘛對不對 我可以跟你講更好的價格 或者是我可以挑最高的那個價格來講 但是我們就告訴大家 我們做的是怎麼動作嗎 好那這個部分原則上啊 今天是133.5 事實上也差不多啦 但是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因為這兩個股在 下禮拜它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 事實上對於萬海來講也是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這個部分 因為它到目前為止 它都還在季線以下對不對 那我這個地方我特別幫大家標出來 為什麼要標9月13號的 因為我要開始算 它股價要不要發動公司 如果沒有發動公司的話 會比較辛苦 為什麼因為現在是這裡嘛 34512345 下禮拜一9月13號 那它就會開始往上扣嘛 那往上扣如果你這個時候站不回去 季線會開始呈現下彎 對不對 所以同樣的你去看2615的萬海 這兩個股應該會是 整個航運類股的指標股啦 今天我們可能沒有太多時間跟大家談 但是簡單就再講一下 理論上來講 它在這個日期之前 它一定要發動公司 因為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大家會想說老師 現在季線在下面啊對不對 但是基本上我們看扣底 不只是看單純它在 既線上或既線下 均線上或均線下 而是你要看 它的扣底的位置 因為這代表什麼東西 我從這個地方開始扣上去 均線的計算 比如說5天的移動均線啦 因為我沒辦法寫到那個65天 收盤價 X代表收盤價 第三天的第二天的 然後加上今天的 應該是4 3 2 1 然後今天啊 應該這樣會比較正確 除以5嘛對不對 這個是5日均線的計算 好那你65天呢 就是從64加到今天除以65 好這個叫計線 那這個部分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你把高的踢掉 加上低的國小數學 這個值會往上來往下 往下嘛 所以它的支撐力道 會因此而出現轉弱 這個是投資朋友可能在 接下來操作航運類股當中 要注意的一個重點 那最後簡單談一下 這個是我們昨天跟大家 所談到的大同 那今天股價創短波段的新高嘛 或許沒有大漲 那當然我們昨天進場 也沒有大賺 這個是事實 這要跟大家講 但至少在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代表什麼 代表你做這張股票 你不至於賠錢嘛 對不對 好那原因是什麼 我想我昨天已經 跟大家談得非常清楚了 但重要的是 我想其實標的或者是 這些東西其實都並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你在 關鍵的時候 你去做執行 我不可否認 我最近的動作很少 因為最近的動作 要使用台積電 金融股就拉這兩個 他也沒有拉其他的 對不對 那如果你不做台積電的話 那就做金融股 但金融股我想這個 通常還是投資朋友存股的一個方向 他並不是一個所謂的 做價差的一個重點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是今天8月底結束 那9月份要開始了 我們剛剛跟大家所談到的 9月份航行的規劃 那他的操作難度會非常非常高 所以如果說你8月份操作不順利 9月份要反敗為勝 你要有方法 那如果你沒有方法的話 沒有關係 讓謝老師幫助大家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想要跟著我們一起 操作的投資朋友 都歡迎透過這個 螢幕下方的一個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來做一個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 8月31號的台股最前線 全盛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